我想不想结婚那是什么事 有没有人愿意跟我结婚 那是另一把事 前人四就是讨论人为什么要结婚 任何没有准备好的结婚都叫一年早 前人系列算是对我们青春到成熟的纪念 这么些年过后发现有的感情未必是必须要抓 有些是收敛跟克制的 我就是应该先有感情基础再说情文的事 你现在是没点故事的情绪 不上去 小智能吧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讨论 婚后生活的状况 他们说不是 我们是讨论结婚前的事情 那我的心里有像吗 我们是从这个切口表达了想 表达的情感共情 接一下老妈的笑容 独立反驳 对 独立反驳 表演对剧情的诠释又有了一个新的不同的角度 我可以搞得一起 干 这两个男主角 他们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 就还是两条线 孟云这次的遇到的难题是跟自己的 患有一个叫分手获遗症的症状 你说人为什么要去 想去爱 但就怕自己爱不起 虞飞跟丁蝶一直没有分 你想什么呀 我想吃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词 叫结婚的语气 在我们正要把你结婚之前 我们试一试 观众们应该也会在这两个角度身上找到自己的共鸣 女生是理解演员 理解观众的一个导演 就是你得真实吗 她是一个有特点的导演 就是要把声音压低的那种 你放心 有我在 放心 有我在 对光 对表演的节奏是有洁癖的 对那边有下场 你多停留两两句 OK 她希望你所有的情节 包括台词 都能够跟观众有共鸣 她甚至是一个行业人 因为她很清楚她要是 你在大数据 不就能够 对 在她一个状态的程度 过期有两个人 不管是主创也好 还是演员也好 其实也都经历了 大概将近十年的一个成长期 全任一开始一直到现在 这十年有太多的一些感慨 时间真的是像流水一样 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 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们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感谢大家对前任系列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前任寺 希望前任寺也能带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欢迎体验 出来也有一些共鸣 也有一些感悟 这点我们就很满足了